面试问兴趣爱好 试想为什么 很多朋友通常会随便说一些 比如看电影听音乐旅游等等 但实际上的HR并不关心你真正爱好什么 面试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其特定作用的 几乎呢不会留有无意义的扯前篇 兴趣爱好的第一个作用是看你的一些特质 包括性格家境身体素质思维方式等等 比如听音乐看电影读书 这些爱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则显得比较内向 交友开黑 这些爱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则显得比较外向 而高尔夫歌剧这些特长爱好体现出的则是较好的家境 爬山游泳篮球这样的爱好体现出你的身体素质不错 围棋辩论这样的爱好则体现出你的逻辑思考能力 钢琴十级这样的爱好则体现出你的重复练习和学习能力 跳伞蹦极冲浪这样的爱好则体现出你的冒险精神 特长爱好的第二个作用是能不能为你的工作加分 如果你的爱好恰好和你的岗位或者和你的岗位上下游相关 那么就是加分项 比如面试设计岗位 你的特长爱好是绘画和后期 比如面试影视编导岗位 你的特长爱好是摄影和顾景或者是视频剪辑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说了兴趣爱好之后 还要简单说一下你在这方面做了什么 比如你的兴趣爱好是运动 那么你可以说你坚持跑步多长时间了 你的爱好是摄影 你可以在对方面说说自己拿过什么样的奖项 另外千万不要耍小聪明和抖机灵 说我的爱好是加班工作 或者说我的特长是熟读劳动合同法 除非你不想要这份工作 是一个小聪明的奖页 我自己不想要这份工作